这里边大家问题啊 我们的这个小编也都整理出来了 我看了一下 花样繁独 基本都总结起来 其实就是我字 人生的烦恼 这些烦恼我都经历过 如果你今天十几岁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我作为四十多岁人到中年的我呢 还能跟你提供一点有关我的一些体会 有没有用就看您自个儿拼了 你看第一个问题啊 大学生的恋爱是不是都不可信了 身为大学生的我 还应该相信海誓山盟吗 你得相信 为啥 因为你现在还是大学生 我的体会 我们大学恋爱的时候 八十年代嘛 很单纯很美好 我不相信时间发展到现在了 十几岁 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就失去了原来那种对爱情的追求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大学里 你一定要相信海誓山盟 一定要对感情忠贞 对对方好 来体会爱情给你带来的甜蜜 为什么我说在大学时候呢 当你大学毕业了就不对了 为啥 比方原来你看他好他看你好 我们那时候都出现这情况 在学校恋人毕业以后能成的极少 我们一个班三十人最后成了一对 一个系也就成了两三对 为什么这样呢 一毕业以后 你在这个单位工作 他在那单位工作 原来学校的范围内 你是我认为的男人里最优秀的 你是我认为女孩里最好看的 可是到了社会里看 哇优秀的男人好多 哇漂亮的美女太多了 这个时候你的兴趣自然转移 而且随着走向社会之后呢 你有一种自我提升 我不再是个小孩子 不再是个学生了 所以这时候你眼里看待异性 你看待男人和女人的标准 和过去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违背了以前海誓山盟的誓言 是非常正常的 任何一种海誓山盟 都很难经出世界的考验 因为海誓山盟是此一时彼时 此一地彼一地 所以你在大学里 一定要相信海誓山盟 毕业以后啊 信不信看你自个儿 第二题 实在人老是人是否注定要吃亏 不是这样 很多人说 那我身边花言巧语的占便宜 那老是人就吃亏了 还有这苦心经营的人 就干不过苦心钻营的人 这确实我们社会有这现象 但为什么我说 实在是老是人 不是注定要吃亏呢 人吃亏啊 一件事两件事 他不可能总吃亏 我举个例子 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人 他说这个人从来不吃亏 机灵馆透灵杯 小金豆子不吃亏 这人精度一定成功 有没有这样人 有 说从来不吃亏 可是你会发现 他占着什么便宜了 有好事没有人会想到他 谁都防着他 怕他在自己这儿占便宜 最终他什么都得不到 而相反的老是人 这个人实上 这个人实在 有啥事我愿意跟他合作 他不会害我 你跟他合作 他自然就得到好处 所以这个老是人呢 你不要看一件事 十件八件事 螺一块 老是人最终是不会吃大亏的 相反那些处处算计别人 什么亏也不肯吃的人 他什么也得不到 他才是吃大亏的人 第三个 老梁你会借钱给别人吗 朋友欠我的钱 经常收不回来 怎么办 这个我的朋友欠我钱 收不回来是常有的事 我告诉你一个处理方式 就是如果这个人向你借钱 你做一次评估 就是他不向我借 他向我要 你能不能给他 如果他向你要钱 你都能给他 你才把钱借给他 如果不行 他要不行 借行 那你别借 本来这个人是你个朋友 借完钱 他不还 你想要 俩人有矛盾 钱你弄不回来 朋友还丢了 你何苦呢 真有那样的 你觉得我只能 这个借给他 我不能白给他 要真有这样的 怎么办 比方让他借 借我三万块钱 拿不出那么多 我现在也不行 我那钱在我老婆那 有理财 有什么的 这么这么 我兜里有两千块钱 我就给你吧 你救救急 还一还 你看看再找别人 合计合计 你这么处理 这样的话 朋友情义还在 你也没损失多少 谁只要张嘴向你借钱 你就记住 你一定会受损失的 只不过这损失大小 你得评估 我的基本理念就是 我能借给他 就能给他 我就能不要 如果我要借给他 我不想给他 我就干脆就不借给他 所以这个底线 你要守住了 可能在这方面 就不会有太大的闪失 第四个 面临着人生事业的抉择 是该听家长的去考研 考编制 还是选择出去工作 因为最近这不是 我有个徒弟叫马丁吗 在网上跟一个老师怼起来了 就说考研的问题 其实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大方向 就说你该不该考研 谁能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的理解是考研读博 是你这个行业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极为成熟的阶段 如果你不驾驭那么多的知识 你根本无法在这行业里 自由自在的畅游 这个时候你要考研 你比方说我大学时候 理科的学生 比方说数学系的 物理系的 他那点本科的东西 到科研单位 什么都不是 他必须通过考研深造 然后才能进入理论研究 甚至是实践 甚至有的工厂 你光是本科学历 你都很难解决 他高精尖技术的研发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你需要考研 就像比方我们说医生 医生念本科实验 都比普通本科实验 要长得多 因为他这个专业技术 是高精尖的 而且这个行业发展 已经很成熟了 那么对于一些方兴为爱的 就刚刚兴起的一些新产业 你千万别琢磨去考研 有一个朋友的孩子问我说 梁叔叔 我就学新媒体 我想报考什么北大人大 这方面专业 我说你玩去吧 你问北大人大 那些老师知道 什么是新媒体吗 他们干过吗 就像我经常说一些专业老师 我说你们一天主持人没干过 你教人当主持人 算不算无人子弟 新媒体这发展在中国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他什么时候形成的理论研究 甚至能反过理论指导实践 那不都扯淡吗 他自己学校都从来没研究 明白这事呢 他能带出这样的研究生吗 乃至博生吗 所以如果你从事这样的行业 实践性很强的 那一定要在工作当中 去学会这些东西 甚至你经历的工作当中 你的老师从来都没经历过 你能信他的吗 咱们拜师 这个人都说 求名师 访高有 他得给你有用的东西 你这行里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呢 最后只能给你一只文凭 那跟骗你文凭 骗你钱有区别吗 所以就说成熟的行业 需要高精尖的东西 考研是没问题的 但是方兴为爱的这种新的产业 就不要去在学校里 耽误的无用功 你从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 念多少年书 再回学校念书 人生的光阴 不要都泡到学校里 社会这所大学 同样对每个人来说 用处很大 一个超级平凡的女生 怎么能在三十岁之前 把自己嫁出去 这是恨嫁 其实非常简单 你都超级平凡了 你还挑啥 嫁出去完了 现在大城市里 很多圣女是什么 他挑 其实本来不该存在这些人 因为中国现在男女比例 是微失衡的 男的多 但问题是 这个男的 女的找对象 一般都找高一块的 你比方说 乙女找假男 丙女找乙男 是这个方式 但是呼啦啦 涌到大城市的女孩 往往都很优秀 他再往上看一块 这方面男的 成稀缺资源 就说圣女现象 是因为人为选择 导致稀缺资源产生的 他并不是这个社会 就存在这个现象 所以你说 你在三十岁以前要嫁出去 你还是个超级平凡 我告诉大家 超级平凡的女孩 容易嫁出去 为什么 你自然会选择往下低一块 而且你会选择的很现实 这个男的可能长得也不行 经营条件也不行 不要紧 我这长相也不怎么低 我俩在一块 谁也别嫌谁恶去 互相扶持 互相奋斗 一块经历 那就是过日子嘛 就跟那个小院 磊窝似的 一口一口 你一嫌起来的 可以吗 所以带这种心态 就很容易嫁出去 我以前分析欢乐颂 那个电视剧说 我都说过嘛 为什么凤凰女的婚姻 往往比这个白富美要好 白富美期望值太高 而且对对方苛求 白富美要求的 必然是高富帅 可人家高富帅 你苛求他 人也不爱折腾 人家想省事 所以高富帅 往往找凤凰女 我看你漂亮 你能伺候好我 行 你不就是要我这经济条件吗 我能给你提供 往来你也提供我要的 双方很简单的 一码吃一码完事了 你要跟一个这个白富美的交往 他今天矫情 明天这样那 受不了 我高富帅 我还有我的事业 我在你这花这么多心 所以往往白富美 最终找不到高富帅 这为什么很多人说 好汉无好妻 赖汉取高知 就这个道理 所以你30岁之前 我自己嫁出去 是不是一个现实目的 那既然是个现实目的 你就要现实一点 所以超级平凡的人 往往比很漂亮的女孩 更加容易收获幸福 关键是你期望值没那么高 期望值没那么高 失望值不低